餐飲業對於這種食品的標示 或者是對消費者的一個危機處理 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個人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要立刻做出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做錯了 那我們一定會告訴自己 未來不可以再拜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盡可能的一定要把這個賠償 或者是怎麼樣的處理做到最好 對於消費者有一個交代 後期我們曾經的一個那個感覺 跟去看別人的演唱會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到現在又回來 Energy 復出的時候 整個過程真的很不可思議 如果那個舞台是我 是不是有一樣的感覺 跟那種感動 會讓我們覺得是不是合體一次 重新聚一次拼一次 再年輕一次 今年可能從頭到快 其實可能再更多了 這件就是小屋跟那個記者聽 它有那種標示不清來查的問題 那你怎麼猜 就是同樣的 我覺得餐飲業對於這種食品的標示 或者是對消費者的一個 這個危機處理我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那過程當中 蔡宇宴 你說每一個人在創業的過程當中 難免都會有不小心的時候 但是你當然有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要立刻做出一些處理 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有一些品牌我就覺得做得不錯 像可不可 我覺得它在那個時間點就做得滿好的 它立刻處理了這間店應該要有的一些紀律 那我覺得這也算是一個借鏡 我們也會警惕自己就是說 在過程當中如果犯錯 一定要立刻的站出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時時刻刻盡可能的避免這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 這樣子 我覺得網友會比較在意的是你 對於這件事情負責任的態度 跟你怎麼做這個公關處理 其實我們做參與業的 或者做任何的行業都有可能 不小心有失誤 但是這個過程當中是 你怎麼去做交代處理 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也會希望就是說 未來如果有一天我們真的做錯了 那我們一定會告訴自己 未來不可以再犯 或者是用什麼方式 盡可能的一定要把這個賠償 或者是怎麼樣的處理做到最好 對於消費者有一個交代這樣子 對 是 看完之後也都讓你特別 感動 其實真的有耶 收起我們曾經的一個那個感覺 跟去看別人演唱會那個感覺不太一樣 我們跟乃哥一直來講也不錯啦 對 所以我以前小時候看他跳舞的 然後Energy成功的時候 我們又看過他的演出 後來Energy結束的時候 我們也一起有在一個群組 我們都一直有在聯絡這樣子 到現在又回來Energy復出的時候 你真的感覺就是說 整個過程真的很不可思議 看到乃哥在舞台上又坐那個大風車 然後我自己又覺得很有感觸 當然也會想說 如果那個舞台是我 是不是有一樣的感覺 我跟那種感動 我們完全能感受Energy這一次的付出 他們除了成功的背後 心裡面的那一種覺得 真的是感動 我覺得是很加分 當然也會讓我們覺得是不是 合體是真的是值得讓我們在 重新聚一次拼一次 對 再年輕一次 不是聽說是年定嗎 其實我們合體這件事情大概從五年前 五年前都說年定 就一直有人在統籌 但這個統籌是一個姓廖的 統籌不太好 對 這個廖威廉 就是統籌了五年 以前統籌大概有只有30-40%這樣 今年可能統籌到快70% 可能再更多了 那整個過程當中 當然我覺得大家都很 提出到底合體要做什麼 這件事情是很重要 因為大家各有各自的家庭時間事業 那最終的其實Energy的感覺 也推了我們在這個合體的 合體的這個動力 給我更往前了一下這樣子 你們會幫王子吹歌嗎 嗯 你最近有被拍到嗎 沒有 有嗎 他承認了 沒有 沒有 最近沒有在Follow 但是你好像有被拍到對不對 有啦 有被拍到啦 只是再朋友回家 喔 再朋友回家 對對對 大家可以再關注啊 說不定他朋友很多啊 可能有機會被拍到 但我覺得其實他心裡是有準備吧 好不好 最近可能對他有心動的 可以加快一點腳步喔 因為他現在的年紀大概30 對 30 他其實是有點緊張 緊張 私底下的時候有在聊 所以王子是有 預計要 有啊 之前有講說 希望38歲嘛 嗯 我覺得 因為 可能也差不多年紀了 如果38歲 38歲很老 對啊 你要懷孕再生小孩40歲 但40歲你 你小孩20歲的時候 你就60歲 60歲你可以跟他打籃球嗎 不行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你就是早一點比較好 好啦 如果有圓的話 加速啦 加速啦 就今年啦 沒有太快了 今年再拍到三次就成交 好不好 再三次就成交 好可不可以 好可怕 好可怕 太快了 好可怕 好可怕 還是有They 至少 一集 對 大家都 沒有